200米外的杰克站在阳台拍摄起火的地方 他本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火灾 但几分钟后 他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巨大的爆炸冲击波 击碎了所有的东西 并割开了杰克的半张脸 玛丽是一名消防员 本来准备下个月结婚 但为了救火 他和未婚夫阴阳两个 300米外 萨兰的孩子艾萨克被玻璃碎片扎满全身 其中一块直接扎入孩子的心脏 这个场面让他近乎崩溃 这些痛苦的根源 都来自于两年前的一场世纪大爆炸 灾难发生后有各种说法 甚至还有很多阴谋论 甚至有幸存者听到港口这两个字 就被吓得目瞪口呆 爆炸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2020年8月4日 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口 这座古老的地中海城市 天气像往常一样炎热 下午5点54分 第一张冒着农烟的照片出现在了网上 从地图上看 冒烟的地方是12号仓库的东北角 此时的烟还不大 下午5点58分 烟雾开始变浓 颜色也开始发生变化 由最初的浅黄变成了黑色 一直持续了9分钟 下午6点07分 第一次小型爆炸出现了 农烟快速升起 35秒后 一团球形的火焰腾空而起 海上钓鱼的人 拍下了爆炸的一瞬间 巨大的冲击力让人目瞪口呆 就像核弹爆炸时的场景 紧接着 小型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高度达到755米 大家注意看 此时的颜色已经变成了深红色 整个过程持续了14分钟 接到报警后 玛丽和同事立马赶去现场 这个镜头就是玛丽接到报警 4分钟后到场拍下的 当他们准备冲入火场时 就发现 这里没有管理人员开门 仓库们被铁锁锁死 他们只能花费时间撬锁进入 但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事发后 有人将2020年2月份的录像发了出来 里面的场景让人震惊 原来仓库中存放了2700多吨硝酸胺 并且摆放的非常混乱 有的袋子已经烂了 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地上 而全部按要求摆放号 是一个大工程 显然 仓库管理员并不愿意给自己找事干 仓库里除了硝酸胺 还有23吨烟花 50吨磷酸胺 5吨茶叶和咖啡 以及五大卷漫然导火索 和1000个轮胎 这五种东西 每一种被点燃的方式都不理应 按照刚才烟雾的颜色判断 最先被点燃的 是存放在4号门的小酸胺 然后点燃了旁边的轮胎 烟雾开始变黑 轮胎着火后 又引爆了7号门的烟花 发生了第一次爆炸 36秒后 发生了第二次大爆炸 此时 哈娜和她的未婚妻 正在街上拍婚纱照 刚摆好动作 冲击波就冲了过来 一瞬间整条街道陷入混乱 灾难开始四处蔓延 冲击波把500米内的楼房 直接炸了个南北通透 原本的仓库 已经变成了巨大的水坑 十名最先到达的消防员 也全部牺牲 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 人们才从支离破碎的建筑物中走出来 事后谣言伺激 有人说是武器爆炸 有人说是被导弹轰炸 但调查结果 让谣言不攻自破 不负责任的管理 最终酿成了这桩惨剧 按英国的标准 这里最多能存放300吨小酸胺 并且摆放时要间隔一米 澳大利亚则要求 必须存放在距离住宅区 1.5公里之外 但凡坐到两条上的任何一条 都有可能避免这次灾难的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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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区